我们来认识一下李天 李天来自中国,曾在国外留学学习专业法律课程 并且经常需要出国旅行 他平时因为忙碌,经常没有时间提前计划申请签证 所以需要支付更多的签证费用 李天在一趟旅途中遇见小玲 他们两个结婚便有了两个孩子 小玲希望两个孩子可以出国留学 成为全方位发展,受高等教育的国际人才 但是李天却不想与两个孩子分隔两地 尤其是繁琐的签证申请流程 让他无法随心所欲地说走就走 在必要时马上探访他们 李天无意中和他的一位同事谈论到他的烦恼 这位同事给他介绍了一个可靠的方案 圣基茨和尼维斯投资移民项目 这个项目彻底改变了他的生活 圣基茨和尼维斯是全球首个成立投资移民项目的国家 项目于1984年发布 允许来自世界各地的个人或家庭取得经济公民身份 圣基茨和尼维斯投资移民项目是行业的博金标准 为申请人提供最优质的投资方式 符合资格的申请人可以在90天内获得批复 或者申请人可以选择加速申请通道 在60天内取得公民身份 以上任意方案均无移民间要求或语言要求 成为圣基茨和尼维斯的公民将享受以下福利 终身公民身份可在该国居住及工作 公民身份世代传承 免签落地签通行全球超过150个国家或地区 生活在一个热带气候的美丽国家 申请公民身份请参考以下步骤 一、选择投资方式 目前圣基茨和尼维斯的可持续发展基金 限时家庭优惠仅15万美金 二、根据要求提交全部所需的表格及文件 投资移民局会受理申请 并在批复前进行详尽的禁止调查程序 三、向可持续发展基金进行捐赠 该基金对圣基茨和尼维斯的社会和基础设施 做出支持与贡献 接下来全家可以在三个月内收到批复 并享受公民身份带来的益处 圣基茨和尼维斯目前推出的 限时优惠政策 四口及以内的家庭申请仅需15万美元 最高可节省4.5万美元 限时优惠政策将到2021年1月15日截止 超出四口的家庭 每增加一位家庭成员 需额外支付1万美元 现在李天和小玲能以更精细实惠 和快速方便的方式去看孩子 有了新的公民身份 他们可以更多的参与孩子们的生活 与孩子们的距离大大缩减 说走就走 仅需一张机票而已 现在开始了解圣基茨和尼维斯 投资移民项目 保障您和您的家庭 规划美好未来